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在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 我们要带您了解新冠病毒的特殊症状 除了呼吸道等病征之外 还有一部分的患者会丧失嗅觉 这是为什么呢 有专家研究发现 因为新冠病毒会攻击嗅觉神经附近的细胞 导致气味分子无法成功传达 进而丧失了嗅觉 背后原理带您一块去了解 美食就放在眼前却闻不到扑鼻的香味 这时可能会令人开始心慌 因为嗅觉丧失就是新冠肺炎患者 会出现的症状之一 感觉好像先闻不到 然后才开始有一些感冒的症状 所以甚至在国外的一些期刊 甚至把这个嗅觉丧失当作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检测的一个目标 根据研究 新冠病毒对人类嗅觉的感染模式 似乎不是直接攻击神经 而是藉由影响周边细胞 间接造成细胞结构的变化 导致嗅觉出现异常 鼻腔的顶部有所谓的一个嗅觉丧皮 那这个嗅觉丧皮里面呢 有很多这个ACE2的一个受体 那这样的一个分布的情况 就有可能造成这个病毒 长区植入进到我们这个嗅觉丧皮 大家会很害怕就是 这个病毒会不会沿着这个神经 那一路就到脑部去造成一些中枢神经的一些感染 推测这样造成嗅觉丧失这个激转 可能是因为影响到这个知识细胞 深入探究嗅觉神经上皮细胞 里头是由神经细胞 知识细胞 肌底干细胞所组成 在这个区域里头只有神经细胞 没有ACE2的分布 其他部分都有 所以一旦被病毒入侵 知识细胞跟肌底干细胞有可能被攻击 如此一来接收到的气味分子 就无法传达到嗅球 就会导致嗅觉丧失 而大部分的病人 其实在一段时间过后 都可以再次闻到味道 它的这个干细胞 如果再重新的生长出这些知识细胞之后呢 它的上皮就会回到原来的这个 的一个结构 那功能就有可能会恢复 那大部分的人会造成永久性的损失 那估计大概在10到20% 赵云廷医师曾治疗过 两三位嗅觉丧失的新冠患者 在密切追踪 观察其嗅觉功能变化 并且服役鼻喷剂治疗之后 有显著改善 因为支持细胞具有再生功能 但如果攻击到肌底干细胞 嗅觉可能就再也找不回来 它的病毒的这个攻击的目标 达到这个干细胞 对它干细胞受到破坏之后呢 连神经细胞的再生 也受到一些阻碍 所以可能会造成这个 永久性的一个丧失 但是当病毒不断变异 症状也跟着改变 像是Delta变种病毒 嗅觉丧失就已经不是主要症状 Delta virus它变异以后呢 跟那个受体的结合能力可能是降低了 所以这样的症状就不鲜明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原来的病毒是比较容易侵犯 这个嗅觉神经的 所以科学家就在猜 是不是还有不知道的受体存在 病毒的变异 让临床症状变得更加诡诀 但嗅觉丧失仍是一大警讯 只能持续提高警觉 不让新冠病毒趁虚而入